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女朋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嗨 我是王宏仁 我是林小涵 你們好 首先我第一個覺得比較不一樣 就是空間的感覺 舞台上面也有很大的改變 就是本來有房間跟浴室兩個空間 現在只有一個浴室的空間 比較不寫實 所以詮釋方面還有表演上面 也有做一些調整 08年到現在也有7年 好像多多少少也成長一些 對一些事情的思維不太一樣 所以在演的時候感覺就會不太一樣 然後但是又會有一些以前的習慣跑出來 所以就會有一種以前的東西加新的東西 就是這樣加一加加一加的感覺 就是演起來感覺還蠻不一樣的 對 然後其實回顧的時候也會發現自己那時候 有些地方比較幼稚 比較稚氣一點 但也沒有不對 就是覺得好像是每個年紀不一樣 像是愛情生活 對 最近比較少就是演一些肢體量比較大的戲 那這次的愛情生活 沒有 反正就是會多了一些肢體的動作 然後配合現實的演戲這樣 然後有種重新回到某種劇場的感覺 就是那個身體的感覺慢慢回來 然後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重新回到好的身體狀況的一個挑戰 因為導演給我們那個舞台概念的時候 他說有點想要有點競技場 然後男人跟女人上面 在上面 就是打圈子 來往 對 這樣 另外有一個挑戰也就是 就是關於 觀眾可能會很想要知道的就是尺度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在這邊賣個關子 對 對 就是會有一些尺度上面的挑戰 希望看完之後 大家要好好的 全心全意的 愛你想要愛的人 歡迎你們來看 很高興 啊 我